市民吳女士撥打生活调查团热线报料 用热水洗苹果之后出现奇怪的现象 红薄薄的苹果用热水烫洗过后 居然滲出了点点滴滴的黄色液体 好像血一样 无毒有偶 全国各地都陆续报道出苹果疑似深血的奇怪现象 报道的标题一条他人惊我一条 女子买苹果用热水烫洗十分钟后苹果滲血 散血苹果有一滴血不断流出来 令人无骨赏眼 在家伙朋友用热水洗苹果的时候 隔了十分钟发现苹果的表面 出现了红色的一滴滴的小水珠 看上去跟血是很相似的 就好像我手上拿着这张图 显示的情况是一样的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呢 还有这样的苹果又成熟得呢 你有没有见过有苹果出现这样的滴血的现象 没有 没有见过那个苹果 没有 那你觉得这种现象正常吗 这是我们在网上找过来的图片 然后就说 为什么 这个 水果档的老板说 他买苹果都买了将近十年 都没见过苹果会滴血的 他觉得利挺苹果肯定不正常 这样街坊又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这种苹果的滴血现象你有没有见过 曾经看过 为什么应该是 有毒的 街坊看到这些滴血的苹果就表示很惊讶 而对它滴血的现象说法又不一样 有些认为这些苹果是有毒 有些认为是因为打了蜡 苹果表面天然是存在着一层蜡 主要是防止苹果内部水分的蒸发和防重 但是苹果要经过长途运输长期保存 这层天然的蜡就不足以保护苹果 于是就会给苹果再打多一层食品蜡 令苹果可以更长时间保鲜 当果蜡经过热水煮烫之后 果蜡就可能会溶解在苹果表面 那么到底苹果流血是不是跟打蜡有关呢 现在我们就从不同的地方购买不同品种和产地的苹果 然后拿去农业研究所做一下实验 找出苹果滲血的原因 现在在桌面上放着的这些苹果 就是我们在市面上不同的地方买回来的 有一些是打蜡 有一些是没有打蜡 现在就有请诗老师帮我们分辨一下 到底哪些是打了的 那么就选出来 老师请问哪些是打蜡的呀 其实按照常理来说 我们从外观上面分辨 首先像这种苹果 它在外观上面会非常有光泽 我们就是认为它是打了果蜡的 还有这一种 它的现象也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这个也是咯 对 像对比来看的话 打蜡的果实跟不打蜡的果实 是很容易分辨的 差很远 对对对 这个感觉有一层油 然后现在就暗雅无光 对是这样子 OK 那其实分是非常容易分辨 那就是台面上的这三个应该是打了蜡的 对是这样子 然后这一堆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七个苹果都是没有打蜡的 对 究竟苹果滲血是不是跟打蜡有关 我们现在就对三个打了果蜡的苹果进行实验 我们准备好三个烧杯和80度的热水 然后将打蜡的苹果放入热水那里 并且用个钳翻动它 等它们在水里充分受热 一分钟之后 我们将苹果拿出来 用纸巾将表面的水滴轻轻抹干 然后再将它静置十分钟 看看这段时间内 这些打蜡的苹果会不会滲出 滴滴血株 洗完之后 我们就将它静置了在桌面上十分钟 现在一起来看看有没有滴血的现象 我们分别就将这三只苹果拿起身看一看 第一只没有出现滴血的现象 表面都是比较干身的 没有出现小水珠 第二只也是一样的 而第三只除了有些炒皮拔鸡之外 都是没有发现它有水滴的 为什么会没有出现血滴的现象呢 是否因为这三只苹果本身就有打果蜡 这一层果蜡就将苹果的表皮的气孔所堵塞了 所以没有出现滴血的现象 我们一起来问问专家 其实出现这样的原因 我们认为它不属于是因为果蜡的原因 我们通常认为果蜡不果实 是为了让它光泽度上更好看 另外一个是通过延缓它的呼吸来使它延缓衰老 所以通常来说果蜡是不会堵塞果实的气候 打蜡的苹果不会作失苹果毛孔 浸了热水的果蜡也都不会令到苹果滲出血株 那照来看苹果滴血的现象应该和果蜡无关 那苹果滴出来的血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再回顾一下之前的新闻报导 发现苹果滴血事件在不同城市都发生过 而对比发现这些会滴血的苹果的外观都很相似 好像是出自同一个品种的 那难道苹果滴血和品种有关 现在我们就按照图片上面的滴血苹果 买回一些和它的颜色外形差不多的苹果分离 现在翻篇上放置的五只苹果 就是我们按照图片上的苹果 差不多的样子找它们回来的 分别是来自五个不同的地方 就有陝西、山西、山东、新疆和辽历 这一会我们会再重复做一次实验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新发现 我们继续将不同品种的苹果放入烧锅里面 再用80度的热水浸泡一分钟 然后抹干苹果表面的水滴 静止十分钟 苹果滴血的现象是否此刻会发生呢 十分钟过去了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桌面上的五只苹果 有什么情况 从颜色上面去看 从刚才没洗之前 没用热水热之前 颜色真的差别很大 刚才是比较有凉窄和红薄薄的苹果 现在的颜色基本上都变了一个土黄色 变了比较深色比较黄的 还有像煮熟了的样子 我们现在就近距来观察一下会不会出现血滴的情况 我们首先从最左边的苹果看起来 就是闪西橙的 这个苹果除了颜色比较黄淡之外 表面上也是比较干身的 没有所谓的血滴出现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山西橙的 摸上来还有一些烂手的 这个苹果也是 除了颜色上面的改变之外 也没有出现血滴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山东橙的 这个山东橙的都没有料到 都是很干身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新姜的 好像有新发现的观众朋友 上面这个顶顶的部位 好像真的有少少红色的小水珠 看看它 有种漆漆漆的 为什么有什么 老师 薛老师 我好像有新发现了 就是这一个新当产的苹果 刚刚我摸了一下它 就是这些红色的水滴 然后还黏黏的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雪滴啊这个 是的 这个苹果上真的出现了 所谓的雪滴的现象 真的吗 那老师我想问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这样的结果 通常来讲 我们认为这种现象 应该是属于正常的原因 可能就是说 苹果在输了之后 它表皮的一些水分跟色素 还有糖分一起沦解出来 所以我们会看到 它胜出的雪滴是有颜色的 然后另外 刚才我们手感上摸的黏黏 可能是因为它的糖分的缘故 像新疆的苹果 大家不便认为它的糖分比较高 所以会觉得黏黏就是口感上说的甜 通过实验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 苹果出现滲血现象 是和品种有关的 实验中唯一滲出红色水煮的苹果 是产自新疆的冰糖心 红富士 这个品种的苹果糖分比其他苹果都要高 甜度达到百分之十七至十八 本身就以口感极甜文明 所以说这些血滴不是果蓝 也不是什么有毒的染色剂 而是可以放心食用的果糖分 那除了我们这个苹果会出现 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雪滴的现象以外 别的水果呢 像葡萄啊 阿密瓜啊 西瓜啊 它们都很甜啊 为此调查员又另外做了一个实验 将葡萄、虾蜜瓜、绿油等糖分较高的水果 同样将它们放入80摄氏度的热水中 浸泡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 看看这些水果表面 是不是都会滲出滴滴水珠了 十分钟过了 葡萄、虾蜜瓜和绿油表皮 都没有释出任何液体 那为什么冰糖心虹富士 一样甜度高的水果 是没有冒出血汗呢? 这种的话可能跟果皮结构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像哈密瓜 哈密瓜我们通常认为它的果皮 网纹比较粗 它不容易滲出 经过这个处理之后 它不容易滲出水滴的现象 是跟它的果皮结构有关系的 葡萄它可能果实颗粒比较小 它受热之后 可能就会整个完全烫熟 跟这个也有关系的 不是所有糖分高的水果 都会像苹果药出于血液的 果皮结构和受热程度 都是决定性因素 苹果的滴血也只是一个过例 在温度 果皮色素和糖分三种条件满足的时候 它才会出现滴血 而它滲出来的红色液体也是正常的 这些红色的血液对人体并无害处 都是苹果的营养成分 所以绝对可以放心实用 好了 终于帮大家解开了苹果滴血之迷 原来这个苹果滴血只不过是正常的现象 大家以后遇到的时候都不需要太担心 谈完苹果的问题之后 我们再来讲一下香蕉 因为前几天有个观众朋友打电话来 给我们报料 他就说前几天他去买了蔬椒 发现上面有一些黑色的小斑点 他就怀疑这些椒是否不能吃的 吃了会对身体有害 李小姐你好 之前你不是和我们节目组报料 你家里的香蕉发现出现黑色的斑点 是什么一回事呢 是这样的 我们家人都喜欢吃香蕉 我去买一般都会买很多回来 上星期我们整天出去了旅游 香蕉就消化不了 谁知道回来 竟然香蕉出现这些 一点一点点的那种黑色的斑 所以我看到也觉得很噁心 我不敢吃 香蕉香甜摸口营养丰富 一直都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水果之一 那香蕉生黑斑是怎样一回事呢 生了黑斑的香蕉还吃不吃得呢 现在我们就去各种卖椒的地方展开调查 这些香蕉上有这些斑的地方可以 可以 不怕的 那这些是什么 这些就是它长的树上有点斑 有点斑 不怕的吗 就跟男生的年车有这个看 方面斑出来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斑斑还是很好一点 没关系的 商家认为香蕉身上所生的黑斑点 是自然生长出来的 并没有说吃了会对身体有害 又或者不吃得之说 不知道街坊朋友又持有什么想法呢 我们一起去问问他们 对了 平常怎么样选香蕉的呀 香蕉啊 我平时就看着黄的 然后又弯一点的 有熟的 还有皮上有那些 我平常有那些黑色的那些 当然皮上漂亮一点的就买了 皮上漂亮的 如果它香蕉上面有黑斑的话 你还能买吗 一般不会 一点一点的嫩 他们都说那样是比较熟一点 有的时候是挺好吃的 但是如果是黑一片的话 一般都不要了 对于香蕉出现黑斑点 是不是还能吃的问题 街坊有不同的看法 有七成的街坊认为 香蕉生黑斑是不会影响购买 那照香蕉果肉不会变坏就可以了 而三成的街坊 就会选一些没有生斑的香蕉 香蕉表皮上的黑斑 是不是真的跟成熟程度有关呢 生了黑斑的香蕉 会不会对果肉营养有影响呢 调查员联系到了南沙区的一间香蕉种植园 还要通过源头 找出香蕉生番的秘密 马上出发 现在有一片非常大的椒田包围着我 我现在来到了南沙的香蕉种植园 稍后我会在这里偷几条香蕉回去 看看这些香蕉的掌班情况如何 刚才虽然说偷 但其实我已经事先跟老板说了 老板非常好人说 你任责吧 任拿吧 这些香蕉都是我成包的 这个我如果是真的我 挺好的 好了 快点去手招大行动 调查员在大到无伦的椒员那里 兜兜转转 不同品种的椒树他都仔细观察 然后摘下掌上的明捷不同的各种香蕉 就连掉了地下的都不降格 嘉嘉今次变得十分重要 因为在摘椒的过程中 他一只都没吃 经过做一番艰苦的搜索之后 我们在这一片这么大的椒田里面 就找到四条有代表性的香蕉 第一条就是这个青BB 不曾成熟的香蕉 他身上是一点斑点都没有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条 搜索回来的香蕉 这条香蕉就半生半熟 因为头和尾都未曾熟 他身上就开始生了一点点的黑斑 不过就不多的 占整条香蕉的总体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接着嘉嘉继续观察第三条椒 这条椒的黑斑散文要多些 大概占了椒身的五成左右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条 非常之严重 好像不知道是不是 这条太阳比较大晒到黑晒 不过我觉得它应该是比较熟 因为摸上去都已经开始滴滴滴 整条椒基本上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位置 都生满了黑斑 根据调查员的初步观察 我们可以看到黑斑的多少 确实是和香蕉的成熟程度有关 越熟的椒 斑点越黑越多 生了黑斑的香蕉 是没有影响果肉的质量呢 是否香蕉一生黑斑就不能吃呢 调查员带着四个椒 找到了专业种椒二十年的梁先生 和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那些椒呢 起斑的原因就是熟的表现 越多的呢 代表那条椒就越甜 它就起斑了 它就知道它是甜 怪不得这条青一点的椒 因为它还没熟 所以还没三斑 是吗 是呀 还没熟 香蕉呢 这么理解 热熟呢 的糖分越高 越甜越好吃 太熟呢 的营养是减少的 香蕉的营养椒 因为咸甲盒高的 咸甲呢 薯呀生的含量一样 不会变化的 就是为生素丝的含量呢 而熟呢 咸量越低的 生脂脂的呢 含量高的 就是从围的营养炎来说 就是泰塑呢 就是下降了 糖分呢 是高的 好吃了 甜了 香蕉表皮出现的 黑色斑点牌糖点 同样也是成熟的标志 越熟的香蕉 斑点就越多 食起身就越甜 但香蕉本身的 維生素斯含量就會越熟越少 選擇多成熟的香蕉 這樣就看來 CARE的是口感 只是CARE營養多些 既然我們觀察香蕉的漂皮 是選擇購買的 那麼香蕉生出多少黑色斑點 才是最佳的食用時候 好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 將這四條香蕉 剝開它 然後看看裡面的果肉 的情況會怎樣 看來生的蕉是很難剝的 我摸一下它 很硬 但一隻全身青BB荷毛斑點的蕉 明顯是未成熟 完全苦澀吃不到 而第二條的香蕉斑點 是佔了蕉生百分之二十三十之間 而果肉明顯比較軟 聞起來也有香蕉的味道 但撒開的蕉肉 還發現當中的繫維還未完全成熟 依然是显得生硬 而第三条香蕉 它的黑色斑点 占了焦身的五成左右 而赵龙说 这个时候的香蕉 就是最好吃的时候了 正宗熟了的香蕉 它的颜色 比刚才半生熟那条 是要再黄一点 不过其实都不是特别明显的 但是从它的肉身上看的话 就更加临远过第二条 哇 而且很香 如果按照它斑的程度来说 这条不应该是非常好吃的 因为它生了这么多斑 就证明它很甜 你先撕开它看看 你这样说是不是耐有乾坤的 那你又帮我们撕开了 它都急不及待了 本身也爆了一点点了 为什么这样的 撕开了之后 发现它好像被人打来似的 身上是鱼的 为什么 已经熟透了 熟到不能吃 熟到不能吃 是的 是的 它这些鱼了的部分 闻上去好像有些 怎样说 是一些水果 平时放在家里 烂烂的 然后有些发酵的味道 现在香蕉的皮 有斑点 表辑成熟的标志 可以吃的 但是肉烂了就不能吃了 现在肉烂了 它已经负败变质了 因为香蕉就不能吃了 甚至可能可以窩肚 观众朋友 从我们今次的香蕉解剖实验 拿了四条有代表性的香蕉 出来做实验之后 大家可以明显看到了 其实三斑 只不过是香蕉成熟的表现 而有适量的斑点 会令到我们的香蕉 吃上去更加的绵口 更加的清甜 这个时候吃 也是最好吃的 不过我们的斑多 多得很厉害 像这个 覆盖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 椒皮的时候 就不是一件好事 寓意着它已经熟到坏的程度 如果你看到 你的椒的椒皮 已经是变成这样的样 那条椒就不要再吃了 香蕉表皮上出现黑点 是香蕉熟了的表现 有少量黑点也是可以吃的 而且这个时候的香蕉 甜到适中 口感又刚好 营养成分都不会流失太多 尽快吃了就可以了 但如果黑了很多的话 这代表香蕉已经熟到懒了 没有营养成分之余 吃了还会肚子 买回来的香蕉 到底是如何处存 才可以避免提早过熟呢 李小姐买了香蕉回家之后 一般都是放入冰箱处存的 但没过几天 就发现这些香蕉变坏了 是不是这个储存方法不对 对于香蕉的储存 相信不同街坊有不同的方法 有些认为香蕉应该放在通风的地方 好像茶几一样 有些就会直接放在窗台或者阳台上面 还有些认为要放入冰箱那里保存 到底哪个才是最好的方法呢 我们来做个实验 我们找了三份黄色 果皮上面没有斑碟的香蕉 一份放在冰箱那里 一份放在阳台上面 还有一份放在茶几那里 买回来的香蕉 我们通常会三天之内吃完 所以三天之后 我们来看看结果是怎样 三天的时间就过去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用哪种方法去保鲜香蕉 会比较好 分别就有在阳台保鲜的 冰箱保鲜的 还有茶几上面的保鲜 从颜色上去看 我们可以很显然地看到 放在阳台上面的这两只蕉 是生满了黑色的斑块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是石条蕉 几乎都已经是变黑了 不是那么简单 而出现斑点的情况 继而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放在冰箱储存的香蕉 我们看到有些位置是已经爆开了 好像流浓地流了熟透了的香蕉 但是它的情况 没有在阳台保鲜的 出现斑点那么严重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在茶几里保鲜的香蕉 其实从外表上去看 它是比冰箱保鲜 和阳台保鲜好很多 为什么保鲜香蕉呢 因为现在温度太低 容易变硬 冰箱 所以它温度一般在三度以上 一般不超过23度 就比较稳定的了 太热容易烂 太冰就变硬 变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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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不用放冰箱保存 就是室温保存 在通风阴凉的地方就可以了 当然在夏天很热的情况下 放冰箱可以吗 可以 就是不要结冰 在三度以上的保存 就是稳定了 在今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和大家调查了 关于苹果滴血的问题 其实这个现象 就是正常现象 以后大家遇到的时候 就不需要太担心了 而另外 香蕉出现生黑斑的现象 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生黑斑 只不过是证明它熟透了 如果有少量的黑斑 大家都可以放心食用 今期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都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在生活上面 有什么问题 想找我们帮忙解决和调查的话 欢迎和我们报料 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